玉里镇高辽大桥因为去年0918强震倒塌毁损 华林县政府即刻投入了抢修 搭建了临时便道 通行到现在还算顺利 不过由于是临时的便道 就没有设置路灯 玉里镇公所呼吁要尽量的避免夜间通行 通行的时候仍要谨慎小心 民众要多加的注意 玉里镇高辽大桥 因为在111年的0918强震倒塌毁损 华林县政府就立刻的投入抢修 搭建了临时便道 通行到现在还算顺利 不过由于是临时便道 就没有设置路灯 玉里镇公所也呼吁民众 尽量避免夜间通行 通行时仍要谨慎小心 那么整个震垮之后 造成了我们河东河西地区的交通 民众用入需求非常的不方便 尤其是在农业收割的时候 造成农民的这个运输成本也增加了非常的多 那我想非常感谢 县府的努力支持之下 能够至今四个月的时间 垮迹将近八百公尺的这一条便道已经完成 尤其在过年前 使得民众能够有更方便 更便捷的这一些道路可以 替代道路可以来行驶 那当然因为修兰西也是我们 一里镇河东河西主要河川的这个中间流域 那因为正式的这个大桥 新建必须要四年的时间 那我们很希望用路的乡亲朋友 能够注意及身的安全 因为这一条便桥的垮距确实太长了 那尤其有很多的这一些农业设施的农业机具 从他们经过的时候 总是要注意它的安全 便道桥的后续管养问题 是由玉里镇公所来负责 所以每天都会有公所人员前往了解路况 不仅希望用路人顺利的通行安全 也期待高流大桥早日修复完成 让证明恢复到往日的生活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